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危机感骤然而生 留在高地上的重连城扑到高地边缘 伸透着下面看着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下水帮忙 他很犹豫 马车上大鸟拥有非同寻常的力量 即便现在死灰般地倒在车里 却依旧具有强大的威慑 我感觉周围的水流速度加快了 黑色恶灵坐在马车边上 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朝我招了招手 如果放到过去 有的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转身逃走 但是我知道 有的事是躲不过去的 而且我很想知道 这条黑色恶灵到底什么来历 中连城在迟疑 我也在迟疑 考虑该用什么方式跟恶灵交流 就这么一迟疑间 马车携带滚滚的水流 一下子把我带到百十米之外 那股把我拉扯的水流力量 仍然不断地不休不止地纠缠着 拉着我不断靠近马车 在有所防备情况下 我不至于被他搞得手忙脚乱 一时之间又挣脱不开 我狠狠心 顺着那股力量拖拽着 干脆翻身爬上骨车 站在那条恶灵的跟前 马车上大鸟的尸体失去了金光 同时也失去了神性 身体皮囊一般的急速腐朽 等到我爬上车的时候 已经烂得只剩下飞落的羽毛 是灰色的 这是我第三次见到黑色恶灵 而且这一次目睹得最完整 也最清晰 他像是一场梦境里梦境的人一样 身子熏患 又真实的触手可及 走翻上马车的一刻 恶灵抬来抬头 我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杀击 这可能是我遭受到 最大的一次威胁了 那种威胁竟超过了 九黎苗尊带给我的威压 不用自己控制 头顶密密麻麻的护体雷框 已经开始出现 我不知道恶灵是在试探 还真的想杀掉我 雷光出现之后不到半分钟 他身上的杀机潮水一般退走 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也察觉不到了 随之 头顶雷光也渐渐隐没 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盯着那么一两分钟 我发现这条恶灵 是一个很奇怪的形体 他绝对不是一个人 但是又不是一道神魂 我所知有限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恶灵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就在我思索之间 恶灵发出一道声音 那声音听起来糯糯的 又甜甜的 非常好听 但是 看他漆黑如墨的身子 在听到这种反差极大的声音 气氛又一次紧张诡异起来 什么地方 你想要说什么 恶灵咧嘴笑了笑 他收敛杀机之后 可能是想对我表现友好一点 但是 他的笑容一露出来 就好像一只 刚害了人的鬼 露出满足的笑容一般 看着我就让我头皮发紧 就是这个地方 恶灵微微抬起手 他的身体上的黑光 和金光混杂浮动 眼前好像闪过了一道 乌黑黑的光幕 我的视线顿时模糊起来 忙朝马车边退了又退 但身子一动 立刻看见 那片光幕上 是一座高耸路云的山 山峰的峰顶 有一座 被云朵缭绕的雄伟的宫殿 我曾在梦幻中 见过这座宫殿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然而却对它 有种异样的熟悉 看到光幕上的宫殿 额头后面的转身印 开始旋转起来 这座宫殿 留在我的近义身处 始终不曾被彻底遗忘 转身印转动起来 我就愈发觉得 它很熟悉 我依心记得通往宫殿的路 脑海一时就混乱了 且带着些许的迷茫 你还记得 恶灵喃喃念叨一句 低头想了想 我靠着马车 心里困惑 这条恶灵到底什么来临 它为什么知道 只存在于我记忆中的 那座雄伟的宫殿呢 在我苦苦思索中 恶灵突然抬起手 闪电般挥到我的眼前 我一直感觉 它的杀气消失了 暂时不会动手 但是它动作非快 肉眼几乎看不清楚 黑气的手 顿时到了眼前 我头顶雷光还没出现 这意味着 恶灵动手目的 并非杀我 否则它杀气一动 护体雷光 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我仓促中 抬手招架 但是恶灵敏捷得 好像一道飘灰的影子 指手被架住 另指手 却领脚绕了个圈子 指尖在我额头上 轻轻一抹 一股淡淡金光 顺着额头漩涡 钻进脑海之中 感觉不到疼痛 也感觉不到不适 可是 一直回旋在脑海中 那座巨山和宫殿的影子 却瞬间 消散暗淡了 本来我觉得 宫殿记忆是相当深刻的 又隐隐熟悉 说不定 走到宫殿所在群山附近 我能自主找到通往宫殿的路 而恶灵一动手 这段记忆 一下子弹道 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 我只依稀记得 这世间可能存在着 这样一座 宏大的殿雨 仅此而已 我一用力 把恶灵推到一边 你想干什么 忘了它吧 恶灵笑着伸回手 眼睛朝黑暗中一瞥 我始终觉得 它是穷凶极恶的东西 然而在它抬眼 触视远方的时候 我却发现 它那双 死气沉沉的眼睛里 好像充斥着一种 复杂的情感 我随即明白了 这只恶灵可能不想杀我 但是它却抹掉了那段 隐藏的关于 雄伟宫殿的记忆 它不想让我 回忆起那个地方 这种事情 不是凭自己反抗 能避免的 深藏的记忆被抹掉了 只留下一抹 很淡很淡的印记 任凭我再怎么回想 那座宫殿 越来越飘渺 叶子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询问 恶灵为什么这么做 他必然不会说的 此时我突然觉得 忙中的把叶子丢弃 是很深恶的决定 可是张龙虎说过 要是把叶子留在身边 以后肯定会是大坏 他没事 他很好 只要我没事 他就会没事 恶灵知道 我再也回想不起 那座宫殿的种种细节 好像彻底放了心 左右看了看 河滩两岸的地势 马车在水中漂浮得非常快 我们交谈片刻前 已经飘出好几里地了 你想把他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 我想他好好的 我也好好的 恶灵一句话还没说完 突然翻身跳下马车 从水流中松地窜向岸边 河岸边上是一皱亮石崖 天寒地冻 崖上挂着浮尸 都冻得硬邦邦的 恶灵动作比任何人都快 巴着亮石崖的山脚 然后紧贴着近乎九十度的山壁 朝上面爬了过去 站住 我几乎想从马车上 也下水追赶 但是新年夜转 这只恶灵的实力深不可测 他没有杀我 肯主动退走 已经是造化了 就算我追上了 也无法到他嘴里 去逼问出什么东西 回去吧 恶灵爬了几步 回头望了望我 那双嵌在漆黑面孔的眼睛 让我的心突然一颤 我受不清楚 他的目光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此时此刻 我明显感觉到 那种目光中 隐然有一缕 斩都斩不断的丝 不舍 眷恋 忧怨 这种感觉无比的怪异 让我不能自持 恶灵就这么回了一下头 然后飞快爬到亮石崖上面 崖壁上搭着一口 破破烂烂的薄皮棺材 恶灵爬到跟前时候 那棺材里只挺挺坐起一个人 我竟然淡淡月光 一看就看见那是叶子 可是双方距离那么远 我无力去阻止 叶子浑浑顿顿的 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漆黑的恶灵 瞬间没入它的躯体 我就看到叶子的身体 从棺材里一跃而起 然后从崖顶消失 我追赶不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一刻 我隐约地觉得 从酒里把叶子带到大河滩 就是一个错误 可是 如果它真的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隐秘的话 谁又能阻止它来大河滩呢 正想着 脚下的马车前行速度锐减 而且渐渐朝水里沉着 我不敢再逗留 翻身跳了下来 马车呼呼地没入水中 车上大鸟烂成骨渣子 这辆马车也变成废铁了 没有任何意义 我苦笑了一下 这个东西没被剩余酒离的人弄走 倒便宜了叶子身上的一个恶灵 不过也算是把它毁掉了 那辆马车刚刚沉入水中 平静的河里突然飞出一片水花 一个两米高的陶人 从我面前不远处地方飞出水面 在半空碎成几块 这动静来得很突然 把我吓了一跳 那只飞出水面的陶人 是过去河滩人 为了祭祀龙王爷特意烧的人勇 用来顶活人冒充阴兵的 这种陶人被丢下水之后 有点邪气 平时很少会浮出水面 我朝岸边游动 但是那只陶人炸碎之后 水里不断翻滚着浪花 乱七八糟东西 都从下面冒了出来 有失足沉在水里的烂船 有各种各样的水货 有平时遗留在河底的雾间 随着这东西浮出水面 大大小小的鱼血虾米 也跟着逃命似的 使劲往外钻着 好像水下待不住了 太爷说过 河里东西一旦出了意外 那天崩就再也阻止不了了 大河多少年 没有像现在这般 乱七八糟的东西横飞 我看着眼前清醒 浸泡在水中的半截身子 突然感应到一股 让人胆战心惊的波动 那种波动 让我忍不住 想要发抖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有声的紫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敏感谢观看 鼻子 感谢观看